哈喽大家好 我是Andy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关注我的频道免费福利送不停 今天要为各位小伙伴们带来一款非常棒的免费的VPN 那他我实测了一下 他随随便便可以跑到一万多开 那对于我们正常上上网看看视频什么的绝对可以满足的了 好的话不多说我们进入正题 OK我们来到手机上 那这款VPN叫银河VPN 我们点击安装一下 OK这边是该应用微上架什么的 不管他我们继续安装 OK安装成功 那我们打开看一下 这一边是什么常见问题什么东西的 这个在使用过程当中有什么问题 他会告诉你 那从这里可以看到 这个VPN可以适合安卓 这个Ls 这个Windows Ouest它设备都是可以的 这个不管它我们确定 OK这个是它的一个主界面 一个主界面 那我们上拉可以看到 它这边有两个线路 一个是稳定的线路 一个是快速的线路 那看你用的时候是追求稳定还是追求快速 自己来选 这边还有一个桌面板 通过这个邮件的获取 那它的节点呢 我看了一下啊 节点也不是特别多 估计也就十几二十个吧 十几二十个 但是囊括了这个全世界范围内的一个节点啊 大家看到这些地方 那我们随便连一个看看 我们随便连一个看看 打比方连这个 日本的看一下啊 点了以后呢 我们点这里连接 那第一次连接可能速度没那么快啊 那现在连接当中 网络环境检测 OK这边网络连接 又有一个请求 那我们点确定 OK大家看到这已经连接上了啊 这里选是以连接 后面是Japan 日本已经连接了 OK那我们去 浏览器上开个视频看一下啊 我们打开浏览器 我们找一个YouTube视频 来测试一下它的一个速度 我们快进一下看看 我开会计没问题 我们看一下现在的带线速度是多少 啊现在是1080P 我们看一下这样速度是多少 啊目前是9600K 现在到了11000K 稳定的播放一会儿的话 它的速度应该还会再上升 OK我们再快进一下 加载速度来讲的话也不是很差啊 当然也不是很好 现在上到13000K 我们尝试一下 我们尝试一下更高画质的 看一下啊 我们看一下U440P的 WLU 有点缓冲啊 但是现在还是缓冲过来 现在缓冲了13000K 14000K 14000K 顺时15000K 大家看我这里的速度啊 现在是拿1.5兆每秒 1.1兆每秒 不是太稳定 但是现在1万3 1万5之间 OK现在是往高峰啊 晚上的8点多 看样子可能是跑不到2万了 那假设不是高峰期的话 应该问题不大 好的 这期视频就介绍在这里啊 我的视频假设对大家有帮助的话 请帮我点赞关注 感谢观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